我這次的話是做濃湯 它叫烘土腰柱根 那它是用菠菜跟紅蘿蔔汁 然後各自就是加蛋白 加玉米粉加水 然後下去打 然後再來就是要炸 炸完之後要用水去沖 沖洗掉它的油脂 然後再去煮一個高湯 白蘿蔔是切成愛心的形狀欸 對 我們就是一邊的話會是紅蘿蔔 然後一邊的話會是青江菜 就是做一個雙色的羹湯 然後中間的話會是我們的 白蘿蔔的愛心 就是代表欣欣相應 然後祝福給 就是送給情侶們這樣子 超Q的耶 你為什麼要用中餐來呈現情人餐 因為我覺得其實中餐 也是可以走向國際化的 對 我算是謀師的愛徒 所以一起跟他炫耀 那有人自己說這種話可以講嗎 算是可以啦 OK 好 主角第二個問題 現在白蘿蔔沒中時 有點苦 你要怎麼去處理它 像我們就會取白蘿蔔的前段 它會比較甜 然後後段它會比較辛辣 那我們又在裡面加了米 加米去蒸呢 會增加那個蘿蔔的甜味 然後也會比較滑順 了解